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,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等三人,因设三组交易案被台北地检署依违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起诉,被减辟马力谋脱罪,还被妥6000万元诉讼基金准备攻防。 马英九今天反驳,只6000万是中投公司提拨的员工诉讼基金,不是给他,且提拨时间也不是他当党主席时,这跟我有什么关系? 但起诉书却揭露,马上任总统不到半个月,诉讼基金便从3000万翻倍至6000万元。 起诉书指出,中投为保护授明处理有关华夏投资股权的承办人,包含华夏转投资的中市、中广、中营等三组交易,曾核发诉讼救助书,并于2006年4月19日正式签成, 由时任中投董事长兼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委的张哲琛签章信托, 马英九则早在2005年8月19日,即初次接任国民党主席。 根据检方所公布的中投诉讼救助书内容,可依职位高低,而区分出八级诉讼金即副标准。 第一级为董事长,可申请1000万元诉讼金。 第二级及第三级分别为董事、监察人,各可获得900万元的诉讼救助。 总经理则为第四级,可获800万元。 第五、第六级分别为副总经理,总经合,各可获得700万元诉讼救助基金。 第七、第八级则分别为协理,经理及包含其以下职位,分别可获得诉讼金补助600万元、500万元。 国民党未确保诉讼救助基金的永续,还将中投的财产信托,根据信托契约书内容,受益人除了董事长至经理等公司内部人之外, 另也将国民党主席、副主席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,以及负责处理党产相关交易的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职员, 列入可提拨诉讼救助基金的名单。此外,中投将所提拨的诉讼救助基金进行信托, 一2007年4月24日的信托契约书内容,原先致信托3000万元,但隔年2008年马英九上任总统后, 离520就值后才过半个月,同年6月5日中投遍将信托的诉讼救助基金翻倍,从300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。